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香港同样应该贯彻这个国家目标 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指出 如果北京要求香港也落实共同富裕 审视出其经济问题其实已经非常严重 综合媒体报导 习近平在本月17号在中央财委会会议之中提出共同富裕 隔天就有建制派香港媒体刊登评论指出 中财委鼓励各地因地质疑探索有效路径 而这里提到的各地理应包含香港 对此评论也批评香港政府的官员们 至今还是一如一旺的轻视收入分配工作 例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依旧抗拒透过税收改革 处理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 评论还指控任由抱持这种态度的人士掌握香港决策 香港恐怕会连脱贫攻坚的目标都无法实现 黄论是共同富裕 而本年24号文汇报前记者 现任珠海任教的人文跟社会科学院副教授阮继红 也在明报发表评论 他同样认为香港应该入实 共同富裕这个举国目标 但是香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堵职失责 而且企业之间捐款可以扣碎的情形之下 依旧缺乏身心 他批评香港企业捐献的风气不够盛行 他还提到林郑月娥是否会在即将推出的时政报告之中 响应共同富裕的目标 他认为香港特首应该具备魄力以及执行能力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则向发广表示 从长远发展来看 一国两制之中 维持香港独特的地方在于两制 不过现在这已经不是北京目标 在政治跟经历上面已经是朝着一国来发展 线下跟朝着向大中央的方向来进展 他表示中国推动共同富裕 反映出中央政策出现问题 需要各方支援 如果要求香港推动这个共产风气 显示出香港同时要支援中国 情况就如同先前要求香港支援大湾区 而从中国国内角度来看 其实就是要求香港为建设大湾区做出贡献 此外资深评论员刘静涂在明报撞文指出 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之后 中国科技剧情的巨额捐献来得很不寻常 腾讯宣布捐出1000亿人民币 而美团、小米、拼多多、字节跳动 以及阿里巴巴等6家企业 合并共捐出超过2000亿港币 有学者分析这波捐献风气的时候形容 捐款就好像是交保护费一样 不可以不交 不过交了依旧需要接受监管 长期来看这些带有威胁性质的劝捐手段 其实对中国的企业以及慈善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重申 支持反外国制裁法纳入香港积焚法 并且在香港实行 他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做出决定 他可以理解 但是并不等于他不会持续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 香港商界则呼吁 如果香港要引入反外国制裁法 需要充分评估有关法律对香港金融业的影响 纵海媒体报导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委会上个礼拜开会 不过并没有像外界所料的把全国性法律 反外国制裁法 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林郑今天上午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会见媒体时表示 香港是国际金融商贸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是要适应香港法律以及金融环境 才能确保可以有效实行 而且不会为香港金融地位带来太大影响 同时也不会被外国政客以及西方媒体恶意操弄 由于香港受到外国制裁 他支持把反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 想到这是唯一的立场别无塌陷 同时有港澳办副主任黄柳全率领的宣讲团 今天上午出席中国国家十四五规划高峰认谈 不少香港商界人士也有出席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出入口商会副会长黄英豪表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如果香港要引入反外国制裁法 需要充分评估有关法律离香港金融业的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一边社评指出 这两年所谓北京消息几乎每传接种 而近半个月热传的北京召开中共人大常委会 将会表决通过把反外国制裁法 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却是指纹都踢向而叫停的表决 一些亲中的专家纷纷表示 北京是担心再有新的法律会吓跑香港外资 也有专家表示是担心美国跟香港脱钩的风险 会影响到香港的经贸地位 不过社评认为真正原因在于 也许连宗资银行都会担心 如果相关法律通过之后 即使全香港商界都会陷入两面不适人的境地 不是触犯中国跟香港法律 就是触犯美国为首西方各国的法律 当中国把香港全面大陆化之后 那么在香港做生意 有如在中国大陆做生意一样面对风险 这样的话香港还有什么独特的角色 自从香港国安法上路之后 当局动不动就使用各种模糊不清的罪名 指控异议人士违反法律 如今香港歌手何韵诗 也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被执法单位盯上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新岛日报今天率先指出 何韵诗近年来投入香港抗争运动 遭到香港当局认定涉及反中乱港 加上在反送中运动期间 何韵诗担任信托人的612人道支援基金 为抗争者提供金钱、医疗、法律等协助 尽管612基金已经迫于压力 在本月18号宣布将停止运作 停收信的个案 但是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依旧表示 反中乱港组织及时解散 也不代表先前所犯下的事情 不会被追究 此外何韵诗被当局盯上的行为 还包含去年7月11号 公开支持泛民主派 为立法会选举提出的初选 而在初选当天 他还为参选者 黄之锋、陈敖辉、朱凯迪、 严家卫、何桂兰以及张昆阳上台 他并且呼吁市民要前往投票 而不过这次的初选 已经被当局视为违反香港国安法 参与的47个人因此被拘捕或是起诉 而协助这次活动的其他个人或组织 未来都有可能被追究 何韵诗受查的原因 不单是因为涉及香港国安法 也包含他2020年参加 未经批准的六次主管晚会 晚会是由香港支联会所联合举办的 并且早在之前的2019年7月 何韵诗就出席联合国在日内瓦 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 针对香港人权情况发言 并且表示港警面对和平抗议人士的施暴 要求人权理事会出名中国 头一年何韵诗还出席台湾929 台港大游行撑港反击权 公开申言香港激进人士 之后何韵诗跟香港前政治秘书长 黄之锋等人在美国国会作证 呼吁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同时据了解何韵诗9月将在香港艺术中心 举行7场演唱会 许多网友担心他的安危 不过他的经纪人向苹果新闻表示 演唱会将会如期举行 并且表示要外界不用担心 还表示有许多报道是在散播恐惧 而目前分析也认为 届时何韵诗会在演唱会之中讲些什么内容 势必也会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北京与港府近来加紧整肃香港民主派 组织以及政团 即身为香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的香港教协 香港民政都不敌香港国安法节节进逼 相继走入历史 而最新消息指出支联会常委 昨天也通过决议决定解散 日后将会召开会员大会处理解散决议 如果20个成员团体出席大会 并且获得其中75%的赞成 即可以通过有关决议正式解散 而这也代表未来支联会举行的六四委员晚会 将成为结项 根据多家港媒消息 支联会全部清明常委 昨天下午到中环开会 地点是副主席周信彤的办公室 最了解就是支联会高层一次决定性的会议 并且通过解散决议 因此极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宣布解散 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常委决定解散 有关决定依旧需要经过会员大会的通过 而会员大会一般来说都是年底举行 但是如果常委决定解散 也可以召开临时会员大会讨论并决议 如果20个会员出席 并且达到75%的赞成票 并可通过解散决议 知情人士表示 参考其他团体做法跟内部原因 他们认为支联会在现行政治压力之下 解散是属于负责任的作为 支联会属于香港泛民主派政治团体 在1989年5月21号 香港能支持八九学运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之中成立 主张平反八九民运 结束一党专政 每逢六四周年都会举行主观晚会的活动 近期有不少香港亲北京的媒体报导 香港警方正在针对支联会进行搜证 如果足够证据显示支联会 违反香港国安法将会启动局地 而支联会就在这个消息曝光之后 没多久就透露出他们准备解散 目前支联会尚未对香港消息做出回应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香港台的新闻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